很香, 賺到 還沒吃就賺到, 吃了再說, 不行? 來吧… 一定要先試這個 好 這個就是肉骨茶 好 骨茶, 顧名思義 將有肉的骨 一起用中藥和藥材放進去煲 除了藥材之外, 還有很多香料 例如八角、桂香、冰香、大蒜 其實在馬來西亞這道菜 有很多高級餐廳 甚至用鮑魚和海參一起燉 很好… 這個有點甜? 對… 甜還會在舔舔舔舔 黏著舔舔舔 其實在馬來西亞這道菜只是小食 很多人可能用油條、白飯來送 但在香港, 當然用火鍋的形式 然後用來配合 骨頭, 連筋和骨頭 都熬得很軟 是很軟的, 像是熬得很軟的 熬得很軟的 熬得很軟 經典的馬來西亞現在來到香港 有很多方法可以讓我們分享 但這個特別是… 還有火鍋可以讓大家看 煮一下 然後煮一下 看你面前的是什麼, Ray 這個適合你吃 這個叫胰寶咖啡骨 把骨頭醃進去 其實是醃一天的 會有一點苦澀 但這個胰寶咖啡骨 再加上少許煉奶去做 所以有些甜味 但味道的層次較多 說得對, 味道的層次 有點煉奶 有一點煉奶, 有一點煉奶 煉奶 為甚麼煉奶會是煉奶